好,今天要发面,面瓜馒头 我们家是啥都能那个行为,发面 挑了几块那个稍微面一点的面瓜 来了给它开水,烫一下 这个皮要烫一下它就软和了一发就拔掉了 拔掉了给它怼碎了,放点酵母,就开始发面 这就是面瓜馒头 把面瓜给它捏碎了,捏成姜 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快面发面 首先要放酵母 这点酵母好像不够了 将近五碗面,面可好发了 不要一下子去捶,那就行 这把就揉好了,焦黄焦黄 黄馆头,看,完事了 盖上盖就等到中午蒸了 面开了,焦黄焦黄 放一点点苏打 把这点苏打放里 因为用酵母发的面 如果要是说用那个 用点苏打呢 或者是茄,它就是这个酵母味 它就一揉在一起,酵母味就没有了 就基本跟老面馒头差不多 我觉得是一样的 这一天三顿饭 人家一天都吃两顿饭 我们家的,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两顿饭 焦黄焦黄的 吃起来还是蛮好吃的 年年我就蒸好多面馆馒头 就让鸡子给它醒一会儿 揉完的必须得醒 不论是蒸干粒 或者是花卷 都在醒一醒 揉完了,咱们就开始揉馒头 揉馒头 我都会,馒头好揉 一白说,又不会揉的 但是,基本馒头还是比较好学的 比较好学的 馒头 看看 出锅 看我焦黄的馒头 阳风都拍 咱也不用拍 哎呀 小宝还挺可汗的 像窝窝头似的 怎么看像窝窝头似的 那又当窝窝头似的 那又当窝窝头似的 看我的大馒头 你看 透馅的 面瓜馒头 新鲜出炉